第九十回 仙天政变 初唐 是个文化发展开放的时期 可自女皇武则天喵称帝后 女性便开始站到了历史舞台前来 随后出现的为皇后专权 更是彻底惊化了外清与李唐宗室之间的矛盾 最终 这场斗争以李唐宗室获胜 李氏一族重新夺回大唐政权 而这也让一个喵莫名其妙地当上了皇帝 他就是瑞宗喵 是的 瑞宗喵是真的莫名其妙 因为他在收到消息时 政变已经成功了 陛下 一切妥了 明天可以上岗 不过这次咱们要聊的不是他 而是通过政变送他上位的两个喵 一个是他的妹妹 太平喵 另一个则是他的儿子 李龙鸡喵 太平喵和龙鸡喵都因用力有功 而获得了巨大权力 太平喵全清朝野 龙鸡喵则成为了皇太子 说起龙鸡喵 少年时期是比较悲催的 他爹是女皇武则天的小儿子 曾经就莫名其妙地被拉上去当过皇帝 救你了 呃 但没多久就被拆了 他老妈也因为被诬陷 被处死了 长大后 又遇到自己的伯母 为皇后专政 一心总是想着干掉他们一家 好能流云 可以说整个少年时期 都在女性干政的阴影中度过的 这使得他非常厌恶这种局面 这群老娘的烦死了 幸好经过斗争 如今政权已经回到李家手里 嘿嘿 老爹又再次当上皇帝 而且还啥事都要询问他 这份文件 和他姑姑太平喵的意见 妹妹 您看一下 好说好说 呃 这下就尴尬了 嘿嘿 作为朝廷里最有权力的两个喵 龙鸡喵和太平喵一起抗争时是队友 姑姑年纪这么大了 不如早点回去歇息吧 没事 你还小 我得帮着点 仗打完了也就无法容纳地方了 为你又快回旨 臭小鬼师去点 于是乎 一场孤子之间的争斗正式展开 从龙鸡喵的角度看 虽然功劳大 不高 但排行老三 在古代 在古代笛长子继承智里 只有笛长子才能继承皇位 所以 姑姑太平喵就抓着这一点到处 哎呀 有些事嘛 还是要讲规矩的好 他不仅跟大臣们说 哪有老三上位的 你说是吧 还跟瑞宗喵说 我还要当心了 你家老三心眼多得很啊 这搞得瑞宗喵后来虽然成为给龙鸡喵 而且好好干 今天几你就是皇帝了 好多父皇 权力却没有权给他 不过你还年轻 一些大戏还是交给我来决定吧 龙鸡喵这皇帝当得真尴尬呀 不仅如此 太平喵还大力提拔自己的文官集团 七个宰相 就有五个是他的势力 龙鸡喵也曾尝试奋力反击 太坡以为我吃素的吧 要你好看 可因操作不当 搞得连五官集团 都靠到太平喵那边去 这下龙鸡喵可就危险了 一场生死的抉择 摆在了他的面前 最终 退无可退的龙鸡喵 只能选择最直接的方式 这就是政变 公元七一三年 龙鸡喵率兵入宫 先是当场斩杀太平喵的军事将领 接着又将文官头目纷纷纷处死 一路大开杀戒 直至将太平喵的所有势力 屠戮殆尽为止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的完成 标志着从武则天时代开始的 后宫干政现象的终结 礼堂王朝也正式进入了 政权稳定的时代 那么龙鸡喵将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呢 下一回 开元之治 要记得来看呀 第九十一回 开元之治 自女皇武则天被错退位开始 短短八年间 唐政权就经历了四任皇帝的更换 皇室内部不仅矛盾激烈 政治环境也非常混乱 最终 在经历先天政变之后 政权才尘埃落定 大唐也迎来了他新的掌舵者 这就是唐玄宗 李龙鸡喵 龙鸡喵 可是在混乱时代里爬上来的苦孩子 小时候就因为政权斗争被软禁过 这使他非常向往自己先祖开创的 制式 所以 如今成为皇帝的他 目标便是 尊心大唐 可 这个任务好完成吗 简直难透了 首先就是钱的问题 在他前几任皇帝时期 赏官和卖官的情况非常严重 这就导致国家多了很多官员 你要知道 这些官都是要给工资的 谢谢老板 所以光工资就是天文数字 工资来自国家财政 也就是找农民收税 可当时的大唐存在着很多十封贵族 例如十封一百户 就是一百户农民的税收上交给这个贵族 在那个年代里 闹着旱灾啥的都是常事 贵族们就经常在农民们因天灾无法交税时 仿高利贷 贱吗 农民一还不起 土地就被贵族收走 还不起钱 拿土地抵押呗 久而久之 农民越来越无地可重 国家财政自然越来越少 光听起来 就很头疼啊 蛋糕 面对这样的状况 龙姨喵从两方面下手 首先就是省 省 无论谁都不准瞎花钱 不准买买买 谁买多身手 他甚至把宫中漂亮的锦绣给烧了 以后就陷入止水了 接着是巢 巢 巢听不是官员太多吗 那些买来的全炒了 做好 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还要交换学习 以保证工作效率 而农业时代 种田才是真理 龙姨喵不仅要求大家种地 种地种地种地 自己在宫里也种 水利工程 灭黄旧灾 灭他 反正只要是能促进农业的 都全力推进 这么一顿操作下来 国家财政慢慢得到了恢复和增长 而足够的税收 也让龙姨喵能对国家的军事进行改革 以前唐朝实行的是辅兵制 也就是喵民们有事就上场打仗 没事就回家种地 龙姨喵将它改革为木兵制 简单讲 就是国家出钱雇佣喵民当兵 士兵不用种地 专心训练 这样的方式大大的促进了唐朝军队的战斗力 使得周边敌军无法入侵边境 怎么回事 太强了吧 经过龙姨喵的努力 大唐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提升 不仅喵民数量大增 文化更是史无前例的繁荣 它的智力 使大唐进入了鼎盛阶段 史称 开源之志 然而 在这一系列的成功之下 却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盛世大唐能维系多久吗 下一回 边疆兵变 第九十二回 边疆兵变 经历了几代军王的积累 唐皇朝终于进入了鼎盛时期 而随着疆域的扩大 边境的战事也日渐频繁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唐中央制定了内心外众的军事策略 也就是帝国中心保留少量兵力 大军则派向边疆的各大军区 形成了地方国为中央的合局 而统领各大军区事务的 是一个重要的官职 这就是绝度史 绝度史的出现 大大增强了地方防御外敌的自主性 但同时 也埋下了不乱的种子 而使这颗种子发芽的 正是一个喵 它就是安慕山喵 安慕山喵是个狐喵 从小就机智能干 嘴巴还很甜 你看你这么帅 有啥好烦的嘛 你说是吧 小伙子 啥 你六十岁了 一眼都不像 因为懂得各种外语 外语师级 长大后 就在边境贸易里 做了个商业中介 呃 副业还搞点兜切 不过也差点因为这个 掉了脑袋 举起手 你被包围了 小心点 跟我们走一趟 幸好安慕山喵实在是能说 我们为啥要杀我 我能上场打仗了我 放了我 你为啥不去打敌人 老大 咋整 愣是把自己说活了 这小子还挺能说 给他个机会吧 甚至还成功混了个小官职 反身 从那时起 阿鲁莎喵便靠着自己优秀的军事才能 和卓越的拍马屁技术 一路高升 不仅地方官员赞美他 连皇帝都非常欣赏他 可以说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然而 表面上粗枝大叶的阿鲁莎喵 汉地里却时刻监视着朝廷 他不满足于这一切 当时的唐帝国共有十大军区 阿鲁莎喵就掌管了三个 而且他还不断招兵买马 甚至通过做生意 暗中积累资金 如此大张旗鼓 难道朝廷会不知道吗 自然还是察觉到的 事态不简单 当朝宰相就咬定阿鲁莎喵绝对会造反 这家伙一定有问题 不得不防啊 还提议骗他过来干掉 把他骗过来 然后 可惜 安鲁莎喵并没有上当 我不去 并且表示 这就反给你看 喂 跟弟兄们说下 开派对了 公元755年 安鲁莎喵率领十五万大军 杀相洛阳 对于这突然的反叹 朝廷这边完全是手忙脚乱的状态 怎么突然打过来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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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去打一下啊 沿途关卡完全挡不住安鲁山大军 了 换 仅仅三十五天 洛阳就沦陷了 暗鲁山妙趁机撑地 嘿嘿嘿 国号大烟 这就是影响了整个大唐历史的 安史之乱 从那一刻起 盛世的大唐梦 被一巴掌打醒 在叛军的铁骑之下 天下陷入了战火之中 那么 诺大的唐皇朝 将如何面对这场危机呢 下一回 卷土重来